大家可能比較關心 會不會達到颱風架的放假的一個標準 目前看起來 新北市、基隆跟台北市是有些機會 最有可能達到放颱風架標準的事情是 所以是有點尷尬的一個時間 卡努颱風持續接近台灣 重要氣象局已經在1號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緊接著陸上警報也在2號發布 而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從1號開始 雙北以及基隆等地區 已經出現間歇性大雨 氣象專家賴仲偉指出 風雨會隨著颱風越靠近台灣越明顯 但至於是否會放颱風架 就得要看颱風接下來的走向 到底是偏北還是偏南 台灣目前是像禮拜三 是受到外圍環流影響的影響 北部、東北部 包含整個西班部都陸續有些雨勢出現 到了禮拜三的晚上 禮拜四的話 外圍環流影響的影響會越來越明顯 所以下雨的雨勢也會越來越明顯 下雨時間會拉長 下雨的頻率也會變得慢慢的提高 那在風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在禮拜四的下半天到禮拜五的上半天 是颱風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甚至它的暴風圈是有可能碰觸到我們台灣的陸地 尤其在北部、東北部這一塊 所以要特別注意這段時間的話 這個風速會變得比較明顯 尤其是在北岸附近 沿海地區 東北部附近 這個沒有地形平常的地方 風速比較明顯 要特別注意安全的情況 那麼我覺得颱風接近到禮拜五之前 都會有比較明顯的雨勢 甚至禮拜五、禮拜六 隨著颱風逐漸北轉之後 還會有一些西南風上來 所以其實這些颱風的路徑 雖然是在比較偏北部 但是其實我們中南部地區 可能後續受到它的外越黃流跟西南風的影響 所以也是會有一些下雨的情況 甚至下雨時間會拉得比北部還要來得長一點 大家可能比較關心 這個會不會達到颱風架的放假的一個標準 如果說它的路徑沒有變 然後它的暴風圈沒有變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暴風圈只有碰觸到一些北部的陸地 那後續要看那個路徑跟走向 還有它暴風圈的一個變化的一個情況 如果它稍微往南邊偏一點點 變比較明顯的話 或者是暴風圈變比較大的話 就有可能就是達到颱風架的一個標準的機率就比較提高 但如果它的路徑比較往北偏一點點的話 就可能機率稍微比較降低一點 那如果比較有可能放的大概是哪些限時 比較有可能放的 目前看起來大概就是 就是新北市後基隆跟台北市也是有些機會 有達到這個就是在 積極風風圈的影響範圍裡面 有機會放颱風架的時間點大概落在什麼時候 以七項的標準來看的話 還有這個政府規定的一個標準來看的話 最有可能達到放颱風架的標準時間是在禮拜四的下半天 到禮拜五的上半天 所以是有點尷尬的一個時間 但是因為颱風架就是現在可能 大家覺得這個放颱風架 或是也是考量到大家的生活上的一些方便性安全性等等 就考量可能就不只是氣象的考量 對 所以這個就是有點難說 所以如果有放颱風架 大家覺得這個風雨可能不是很明顯的話 我覺得大家也就是不用太過於說 怎麼好像每風每雨或怎樣 因為颱風本來就是一個不確定性比較高的一種天氣系統 你有可能在此時是跟你看到每風每雨 但是它可能是風雨是出現在這個下午的時候 或是一些某些時刻 或是可能不是出現在你的地區 而出現在別的局部地區 它可能是受這個地形或什麼影響 它的風雨是比較明顯的 都是有可能的